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次北伐231年春 其实中间间隔的时间相当短 而第五次北伐发生在234年 将是百姓休养了三年 所以说 诸葛亮并不是穷兵独武 无脑乱打 这次他休息特别久 就是想集气打一波大的 至于行军路线还记得第一次北伐吗 诸葛亮让赵云的军队当作一兵走斜谷来吸引曹魏的注意力 而这一次诸葛亮出动主力部队 就是走斜谷道 孔明这次没有走他最爱的骑山道 或许曹魏也出乎意料 让诸葛亮顺利走了捷径 可能有人会忍不住吐槽 好不容易走小路成功 怎么不用骑袭啊 诸葛亮向西进军这个决策是好是坏 看看司马懿怎么说 司马懿说道 诸葛亮如果是真正的勇者 应该向东朝着武功汉水进军 如果他往西在武藏园驻军 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照这样说 诸葛亮向武藏园进军似乎是个懦弱的选择 小编在这边平衡报道一下 诸葛亮这次北伐是兵力最强大的一次 数万大军本来就不适合搞七席 依照前几次北伐的经验 曹魏在陈仓跟长安已有防备 想要直取长安有难度 所以诸葛亮在武藏园驻军屯田 为了避免粮草供应不上 一边开垫一边打仗 关于战略观 到底诸葛亮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战略选择 这个题目太大 以后再说 这边先不说诸葛亮对 还是司马懿对 我只是把诸葛亮做出决策的背景原因提供给大家参考 第五次北伐的过程 说起来 如果是长期抗战的话 应该是非常不利的 为什么诸葛亮这么做呢 我想答案就在于盟军的支援 诸葛亮联合孙吴 这是第一次两边都出动大军北伐 孙权亲征合肥新城 并且派出陆讯诸葛锦 权从诸葛克 孙韶 共有四路兵马一起北伐 这整场战役 如果要选一位MVP 我想不是司马懿 而是为民帝曹瑞 面对蜀汉和东吴界二连三的军队 打电话都忙不过来了 但曹瑞临危不乱 他先派出军队支援司马懿 让司马懿有筹码可以死守 曹瑞由命令前线的满宠强攻 满宠用火机破敌 还射杀了孙权的侄子孙泰 而为民帝自己御驾亲征 来到合肥新城 曹瑞很清楚 只要先打退一路军队 情势就会稳定 无数联盟没有什么稳固的基础 有意的小传说翻就翻 果然孙权在攻城战势力后 又听到曹瑞亲自过来增援的消息 于是孙权决定撤兵 本来 诸葛亮想说两面同时出击 曹瑞肯定吃不消 但是曹瑞判断准确 孙权五月才刚出兵 七月底 大军便撤退了 留下诸葛亮孤军奋战 说完东面的战事 西面倒是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司马懿铁了心 就是不跟诸葛亮对决 蜀汉跟曹瑞隔着渭水驻军只有两次小规模的交战 郭怀认为 诸葛亮一定会来争渭水北方的土地 其他人不当一回事 但司马懿同意郭怀的看法 决定屯兵北渊 诸葛亮果然迅速发兵攻击 当时曹瑞迎累都还没见好 不亏郭怀只会妥当 硬是打败了蜀军 司马懿曾经趁河水上涨时 试图偷袭河水旁边扎营的梦魇 但诸葛亮下令用竹子搭起扶桥 放箭击退了魏军 两边有来有往 没有关键的胜负 但是司马懿很清楚 时间拉得越长 对诸葛亮的身体 对于蜀汉的资源来说 都会越不利 三年前 司马懿曾经正面迎战孔明 完全讨不到便宜 这次司马懿汲取教训 无论诸葛亮如何挑衅 他始终关起门来防守 诸葛亮使出大绝招 挑了一套跟司马懿非常相称的女装 当作礼物送过去 司马懿大怒 但他还是不忘温柔婉约的美德 他写信给魏冥帝曹瑞 陛下 孔明欺人太甚 我可以出去跟他大战三百回合吗 魏冥帝回答说 亲爱的 不可以 诸葛亮持续挑衅司马懿 司马懿仿佛按捺不住 心中那想见孔明的欲望与冲动 他企图夺门而出 但被皇帝派来的使者心辟倒了下来 将为当时仍是个青涩的年轻人 他好像还没看懂这出戏 将为对诸葛亮说 丞相 他们派了个军师拿着符节过来 这下司马老贼无法出兵了 诸葛亮说道 傻孩子 对面那个大姑娘本来就不想打 要打的话早就打了 哪有千里迢迢跟皇帝请战的道理 他是担心长期必战军心涣散 于是写信回去 那曹瑞和欣皮就陪他演了这出戏啊 虽然我常开玩笑说 司马懿这是乌贵战术 但认真说 他对战局解读是非常聪明的 如果让诸葛亮来当司马懿 大概也会采用同样的战术 两人都拿出他们认为 胜算最高的方式来应战 仅此而已 诸葛亮是在春天二月出兵 然后两军对阵了一百多天 八月诸葛亮在军中病逝 新落五丈远 是不是觉得太突然了 觉得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我想 这也是当时蜀汉居民的心情 可这就是人生啊 悲剧的结局 悲剧往往就是这么突然 有人提出说 诸葛亮可能本来就知道 他的身体撑不下去了 他仍然选择出征 在战场上燃烧到最后一刻 明知道没有任何希望 还是鞠躬尽瘁 小编认为 这种推测不太符合诸葛亮的个性 像这样大举出师 主帅过世 对军心影响非常大 诸葛亮真的会这么任性吗 事实上 诸葛亮病逝后 蜀汉内部确实发生危机 从各种迹象来看 诸葛亮很有可能是病情突然恶化 许多是无法一一安排 也因此有洋溢和慰言争权的内斗 总归来说 诸葛亮并不是一位只追求个人名声的成像 他也不是感情勇士的人 刘备是浪漫派 但诸葛亮讲究法治 注重效益 是比较实际的一位政治家和军事家 那诸葛亮一生中做过最浪漫的事 大概就是跟随刘备了 他不选择别人 偏偏为最弱小的军阀刘备出谋划策 让刘备从一个弱破将军 成为汉中王 成为昭烈皇帝 可惜后来 刘备在宜邻之战势力 烧掉一半的筹码 这也让后继者的处境更为艰难 如果诸葛亮感情勇士 他大有其他选择 甚至可以用冒险的棋袭跟曹伟赌一把 但他从头到尾都是想着 如何稳当地打战 如何一步一步收回江山 事实上 在前几次北伐 诸葛亮确实打回了几个郡线 只是那些胜利实在太小了 而他的身体终于撑不住了 至于有人说 诸葛亮北伐劳民伤财了 或者是压榨百姓的 不妨看看人民的反应 诸葛亮死后 各地都要求修庙来奉似诸葛亮 后主流产因为理智的关系没有允许 老百姓只好就这样在路边祭拜 这边倒不是说后主跟孔明有心结 毕竟先主刘备 在成都有建宗庙 让臣子也在这边建庙 本来就是不合理的 然而每年百姓自发地祭拜孔明思念孔明 大家在路上拜来拜去 实在太过夸张 后主采取了折中的方法 在汉中免先建了武侯祠 这也是最早的武侯祠 后来才有成都的武侯祠 这段故事也可以看出 诸葛亮并不是被吹捧出来的明星 在当时 他就是人们心中敬仰的偶像 甚至在蜀地之外 都有诸葛丞相的粉丝 动物人是张掩 也算是诸葛亮的粉丝 他说 司马懿掌握天下的资源力量 是蜀汉的好几倍 却让诸葛亮每次出兵来去自如 其实孔明已经赢了 这人太可怕了 如果他不死 恐怕真的能逆转天下大势 我自己是诸葛亮的粉丝 但跟张颜比起来 我对诸葛亮的信仰还不够 我认为诸葛亮如果能多活20年 又没有诸队友扯他后腿的话 确实有机会打下更多战果 大概就是战笼又等待更好的情势与曹魏决战 若说要真正胜国卫国 那还是相当困难的 再看看曹魏的名将中会 在灭蜀之战大军来到汉中 中会规定 士兵们不准侵犯诸葛亮目的周围的林木 也算是对这位丞相的致敬 最后 让我们闭上双眼 想象一下千年之前的真实情景 当年还没有见武侯祠 大批民众就这样在路边 就地跪拜诸葛亮 追思诸葛亮 怀念着这位道德与智慧顶尖的丞相 这画面光是想象就让人鼻酸感动 常常有人说 不要把诸葛亮神话 是的 如果看演艺故事 认为诸葛亮呼风唤雨 无所不能 再看史时或许会失望 诸葛亮也曾犯错 也会打败仗 所以说不要把诸葛亮神话 诸葛亮就是一个凡人 但他尽到凡人最大的努力 他和刘备的君臣之情绝无仅有 刘备在世时 诸葛亮用他的谋略与眼见 让弱小的刘备逆转局势成为一方之霸 在刘备过世后 诸葛亮撑起了摇摇欲坠的国家 虽然北伐未能成功 但打回了两郡击杀了魏将 让强大的曹魏 视蜀汉为强敌 简直就是奇迹 然而 初世卫洁身先死 星落五丈元 从此以后 再也没有这样闪耀的星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